新北市去年推出企业金斗云成功协助超过1万家的企业上云端 并且为企业节省7到8成的设备和软体成本 因此今年接续推出升级版而且更优惠的第二代金斗云 除了强化金斗云方案内容之外 还新增了客制化服务并且提升资讯安全 希望能够为更多的企业创造新能量和商机 新北市去年推出全国首创企业金斗云服务 成功协助超过万家的企业上云端 在累积了一年经验后准确掌握企业需求 今年接续推出升级版的二代金斗云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就表示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如何将资料活用将是未来企业成功的关键 大数据就是云端 从云端可以获得非常多非常多的资讯 资讯本身是死的 但是如果人可以好好的来运用它 就变成很棒的一个知识 也变成很大的一个商机 企业金斗云在第一年推出后 已经帮助企业省下了74.45%的设备成本 以及81.2%的软体成本 而第二代除了有更优惠的云端方案 内容上也更加强化 新增客制化服务以及提升资讯安全等等 针对很多不同的单独的 比如说纺织业或者是今天是医疗产业 或者是健康产业或者是各个资讯 资通讯产业有不同的这些资讯的运用 那这样子会让我们新北市 因为是非常多的中小企业 大家可以提供又很多又低廉 甚至很多免费的云端的服务 而所谓的企业金斗云就是企业不用购置价格昂贵的IT设备 可以直接向合作业者申请 以优惠价格租赁 同时省下硬体和人力费用 而第二代的金斗云除了在资安部分再加强 另外也出现了生活化的云端服务 像是这套健康检测系统 就能够将全公司员工的身体状况记录下来 并配合医院电子病例随时掌握健康情形 除了用平板手机接之外 它就可以直接上传云端 那我们云端后面就是可以跟医院整合 也有线上的那个医护人员系统 所以它会给你一些 比如说健康的指数上面建议 随着高科技技术的研发 上云端已经成为现代趋势 即使是小小的穿戴工具 都能够成为大数据资料的一部分 而新北市金发局也期盼 透过云端平台和服务 让辖内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更上一层楼 进而提升竞争力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